大家好 歡迎收聽網向編輯的節目 今天錄節目日子是2021年 1月2日 今天你們有位新西蘭 記得台影 還有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馬來西亞的馬來西亞人 各位好 希望大家點讚、訂閱和分享 同時也可以大家多點留言交流一下 繼續壯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了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下 在英國人眼中 怎樣看中國抗疫的成果 相信大家都知道 其實英國人一直都不肯承認中國的成功 在這篇文章裏面 就可以總結出他們怎樣看 因什麼原因中國在抗疫這方面可以進行得到 他們其實說是一件事 做是一件事 其實他們都很想去複製中國的成功 但是做不到 那他把口就一定要說到這個 中國這種制度是有問題的 他一定要這樣寫 所以這個卑鄙他就一定要做一些壞事出來 基本上是 是啊 但是他也是承認的 其實都是承認這個中國是控制得很好 那他又說到 回顧 回顧過去一年 人們每天的健康狀況出行紀錄可行動範圍 都在一個社區管理體系的監控下 有些專家認為在全球大流行這種特殊情況下 雖然中國借此轉危為安 但是這種手段不能幫助中國解釋 最初是否存在掩蓋疫情的問題 也不能真正支撐起中國憑體制戰勝疫情這種基調 而在後疫情時代 這種監控體系的持續 而且得到強化 恐怕會帶來隱患 政府的權力無限擴張 導致私隱無法得到保障 首先他就提到 在技術方面 得到什麼加持 疫情期間 不少當時的老家 都過完春節 返城人員之後就發現 目的地的政府在車站、機場等地 都要求他們登記 和下載本地的健康管理應用 就是目前中國醫塑能場的健康碼 用戶需要主動填寫過去15天的出行紀錄 以及體溫、身體狀況、家庭住址等信息 回到家裡每天都在上面填寫自己的體溫 及是否出現新冠症狀等信息 各地不同程序不久被統一成健康碼所取代 在中國抗疫過程中使用諸多技術應用之中 可以追蹤民眾行蹤及對人群進行風險分類 和健康碼是最新的發明 得到最大規模使用的技術 然後從去年2月起開始投入使用到7月 健康碼成為中國最受歡迎的小程序 中國國家語言資源監察研究中心等機構主辦 健康主辦的一個盤點 2020年中的健康碼成為2020年中國年度十大薪詞之一 也就是說健康碼這個小程序是非常流行的 健康碼成為了中國各地控制人員流動和疫情的主要工具 系統內紅黃綠三即顏色代表人民可否進出某些場所 通過綠碼持有的人就得到放行 除了健康碼之外人念辨識無接觸支付 電子政務等伊托湖聯網大數據技術 在疫情之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應用 好像去年7月哈爾濱成了中國首個 戴口罩擦簾坐地鐵的城市 戴著口罩都可以辨識得到這個樣子 只要用戶完成手機註冊上的人念色 特別認證就可以擦簾乘車不用脫口罩 可以進入地鐵集機的 也能夠大大減低這個感染的風險 他這樣寫我認為對一些這種新型的技術 用在抗疫之下是抗拒的 很明顯英國人看到他們這樣說法 連戴口罩都可以識別得到 你可以看到文章寫得到 除了抗拒之外還有一點恐懼 原來中國連戴著口罩都掩蓋不到你的樣子 還有大量用這些手機應用 可以將你個人的出行資料上載到一個地方 政府可以隨時隨地 都可以知道你去過哪裏 事實上在英國都有這樣做 紐西蘭都有類似的應用 澳洲也有 大馬也有 大馬也有 其實很多國家就是參考了中國那種方法 而學了某些的措施出來 那這些措施是對抗疫有幫助的 那他們還要吵什麼呢 可能就是因為中國的成功 見到它這麼成功 所以就怎麼都要 找些事情批評一番 就是因為這樣出現了另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透明度的問題 通過這種近距離接觸 人傳人的新冠病毒面前 科技手段可以避免去多人 人際接觸 降低病毒傳播風險 但是有所謂的專家 他有沒有說到什麼專家 就說有專家致出 在對技術法律監管不到位的情況下 同時也可以吸後疫情的時代的社會 在治理上的樓下隱患 令到這個體制變得更加專制 對公民控制變本加厲 在中國大陸以外 不少地方 健康碼在個人訊息和安全私人方面 都受到質疑 在香港儘管特區政府 促進粵港澳健康碼 互通本地範圍內行政追蹤平台的安心出行 但不少聲音都擔憂 這個數據會被政府利用監視居民 所以接受程度是不高的 香港是會擔心的 香港是不同的 香港有很多人的思維 跟卑卑斯說的思維是類似的 因為畢竟都用了幾十年去灌輸這種思維 是 所以沒有辦法 還有其實又不是 最主要灌輸的思維 不是港英時代灌輸的 這些思維是回歸後 有些媒體不斷灌輸這些思維的 就是覺得內地的東西是非常的順不過 第一樣就是 第二樣就是 內地是一個專制的政體 這件事情灌輸的很厲害 其實這個港英就沒有主動灌輸的 有很多在 自己學回來 在內地下香港的人 是不斷講這些東西的 就是他們基本上就是非常反共的 本身也是 也都無可否認就是 也都無可否認一件事就是 他們下來香港的時候 內地很多東西是未盡人意的 未盡於人意的 是沒有辦法的 那時候 有經濟條件的問題 那現在其實是不斷改進的 那當然你可能 好像BBC這樣看 它可以覺得 你這樣是監控人民而已 但是你從另一個角度看 其實是保障了整體 人民整體的健康 就是每個人只要犧牲少少私隱 可以保障到整個國家的人的健康 其實大家在內地的人 是接受了這件事情 在澳門的人都是接受了這件事情 在香港有一部分的人 是想逼所有香港人接受這件事情 但是很坦白說 香港人呢 至少都有三成是絕對不會接受的 這件事情 至少有三成 還有一些就是觀望 就是採取一個觀望態度 但是觀望態度的人 看到某些人的那種嘴臉 是絕對不會配合的 我認為 是的 就是你宣傳都要柔性一些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不可以說 我們現在一定要強檢 這樣 我們都支持強制檢測 但是你一定要告訴別人 究竟強制檢測的代價是什麼 你不可能告訴別人 等別人接受了之後 接受完之後 你再再告訴別人 多謝你接受 不過你要再付出這幾件事 現在是沒有人講這些事情 講回一些實際的現實的情況 是沒有人講的 還有他們也提出很多不同的質疑 這篇文章也引述一位 來自荷蘭的格羅寧根大學的 一位大數據安全專家 格斯泰恩 他向BBC講到 這種所謂健康碼的小程序 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透明度 我們不知道政府究竟掌握了多少信息 這些信息政府會拿來做什麼 你可以知道用戶身處何處 消費習慣 閒寬的時候買過什麼商品 由此勾劃出每個個體 一個十分常態化的行為模式 這是很個人的事情 尤其是在手機上得到的訊息 而且是很嚴重的事情 之後你可以把手機獲得的訊息 和街上監控攝像鏡頭 和其他監控傳感器的影像結合在一起 如果發生在中國 我們必須要假設這種人口密集 許多技術得到應用的地方 所有東西相互融合在一起 得到的訊息是非常之巨大 下一個問題就是 有關當局會怎樣利用這些訊息 這個主要就是BBC提出 用這些小程序來做抗疫的質疑 現在去到另一個範疇 就是關於後疫情時代有什麼隱患 中國很多大型事件中 都試用推廣這種新型技術 和一些新手段的先例 通過過往的經驗來看 這種新的方式是會保持下去的 成為中國日益而物的社會監控與管理體系的部分 例如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 中國加強對基層社會管理 2004年首先在北京市東城實行網格化管理探索 之後這種管理模式 逐漸推廣到中國社會各個角落 成為維穩的重要工具 而且不斷升級 剛才那位專家也指出 越來越多人開始擔心 這種疫情使用這種特殊手段 會成為後疫情時代的新常態 如果你在後疫情時代 已經用疫苗解決了這個19病毒的問題 那我去一些商店或者出行 用這個程式呢 有什麼用呢 其實有什麼用呢 那你擔心什麼呢 已經沒有那個需要性 是的 其實說到底呢 西方始終都是不信任 中國這種體制 總是對中國這個政府 是一種 好像一種魔鬼一樣 或者 big brother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的那一種感覺 1984 講到壞些的話就是1984 他們真的覺得中國是1984 是一個法fest 結麻將國家 和動物農莊 共產黨的混合體 所以他們會很害怕 嗯 是啊 接下來他也講到這個關於 中國的體制是否真的有這麼優越呢? 在國際上 尤其是西方主要國家的病例 持續高懼不下 中國官方就很強調中共體制優越性 在6月2日 習近平主持一個專家學者會談 中國控制疫情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 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顯著政治優勢 同月 中國共產黨求是發表一篇文章 所謂制度優勢包括中共集中統一領導 整體利益至於守衛堅持人民主體地位 強大社會動員能力依法治國 在3月初 武漢疫情明顯受到控制不久 當時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甚至說到 武漢居民應接受感恩教育 以感謝政府在抗疫上付出的努力 語音一落 一片嘩然 在中國當局不少中國人來看 雖然疫情之初 中國存在上報告混亂和病毒信息不透明的問題 但美國 英國等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口罩令 強制檢測 強制封城和隔離密切接觸者追蹤等環節 沒有出現太大的阻力 而且中央政府也可以全國隨時調到 配置醫療資源和支援疫情嚴重的地區 這就是中國按制疫情的關鍵 他們現在接著如何解釋中國可以有這麼大的動員力 原因就是中國體制在這種特殊情況 雖然是有效的 但是不代表中共高度集權的體制 是他們國家更為優越的 在這場疫情當中 體制亦暴露出固有的弊病 好酸啊 好酸啊 接著還酸啊 中國社會在一個明顯被純化的社會 Tamed 大家都聽聽話說 至於這個體制在短期內 肯定是顯現出的強勢非常有效 但相對來說 死的人數跟其他國家比 按人口比例來說是比較少 這個是不爭的事實 其實純化社會不是什麼純化 其實社會相對比較公道一些的時候 大家的雕氣就會減少的 就是你看看澳洲 其實澳洲不公道也不是的 澳洲為什麼都是多信民呢 其實相對澳洲的社會都是比較 雕民少一些的 雕民少一些 有雕民的了 但是不是多 大城市的雕民就多很多的 但是你說市交去到市交其實已經很不一樣 柳西蘭更加不用說了 當然有雕民 但是聽話的人比較多的時候 社會的治理就比較容易一些 內地其實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2000年初的時候 內地雕民的數量分分鐘是多過香港的 不過用了20年的時間 香港如果計算比例 雕民的數量肯定就多過內地很多了 以比例來說 大大提升了 是大大提升了 因為其實那個社會氛圍是很有關的 內地真正雕民數量向下 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2008年奧運 是啊 2008年是一個轉捩點來的 是一個轉捩點來的 全世界當然也都不行了 當時就是金融海嘯 出了這個問題之後 內地其實一直都變好的 而且還有一件事就是 內地提高了那個社會監控的水平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以前治安好不好的地方 都安裝了那些攝像頭 是 變成了你做刁民 反而一些好處都沒有 其實有很多時候是講實在的利益 你做信民有好處 那個個都做信民 那香港為什麼不行呢? 因為香港做信民是沒有好處的 其實 所以你所謂建制派都要打敘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香港刁民是多的 他要得到刁民的認可 他一定是說一些東西 是那些刁民一聽就覺得對的 林鄭月娥像一堆屎一樣 還有就是醉大黃絲 那些就是講這些的人 其實他在做... 殺一十天 是啊 殺了李斯煙啊 殘殺李斯煙這樣 哇 又是紙巾的 但是... 你先去自己病死 那些人說是無辜枉死的 他是這樣說的 你很客觀去看這件事 就是... 中了十九呢 很多時候都是要靠身體自身的 實際上醫生能夠做到的事不多 舒緩你的痛楚而已 舒緩你的痛楚 其實如果他... 突然之間呼吸困難 他打了電話去醫院 醫院派救傷車來 其實他跟他進了院 得不得到治療 其實那個機率是差不多的 不會差很遠的 救得回的機會不是差很遠的 因為如果他有報警 叫了救護車來 救護車都給他氧氣 其實... 其實已經可以救得回的 但是很奇怪的 他就是連這個... 就是打狗狗狗的意識都沒有 嗯... 就是他呼吸困難 其實應該是自己知道的 或者身邊的人是應該知道的 呼吸困難 所以... 整件事有很多人是借了李詩嫣這件事去做文章 之前我們都駁過一次的了 那麼... 當然遲些又要再駁過了 因為... 就是... 用李詩嫣做文章 這件事還沒完的 建制有很多人還在那裏做的 還在那裏做的 尤其是那個... 《星島日報》 還有什麼《巴士的步》那些 他是不斷裏做這個議題的 他是找一些... 就是寫手去做的 那麼其實... 那個目標是什麼呢? 就是要把林鄭月娥收皮 其實... 就是我簡單操淺的講法和看法就是 是... 他們沒事的 他們... 林鄭月娥收了皮 之後那些事情誰做 他不理的 其實... 那麼當然有些人說 哎呀... 炒了林鄭月娥 或者林鄭月娥下面那些人有什麼所謂 一定有人會做的啦 那些事情這樣 嘩... 炒了沒所謂 其實... 這種態度不是... 不是錯得了的 因為你很多時候... 譬如你公司... 一個公司簡單的 你炒了一個人 隨便請一個人很容易的 但是香港... 這種公務員... 系統呢... 你要找一個人呢... 按一些按鈕 是他走得動的呢... 其實很多人都不會做的 就是... 你始終要... 那個經驗... 你有經驗的人... 可以操作到整個官僚系統的人 根本就不多 所以那時候... 就是... 梁特首... 他其實... 全部都是靠林鄭做的 那些事情 那些人說... 又是林鄭出來說的... 佔中的時候... 又是他出來說的... 啊... 梁特首不知道去哪裏... 那... 是的... 因為他... 他出來說都沒有用的... 他要按一些按鈕去指揮些什麼... 梁特首他... 其實是不太懂的... 懂就不會搞到這麼嚴重了... 是不是... 那時候他們和平而已... 都搞了七十幾天啦... 是不是... 當然在... 那時候戰王區... 有些人在那裡搞亂當啦... 就是... 就是... 比較粗暴一些啦... 搞到... 2019年那次是更加嚴重啦... 是暴力的嘛... 那是比... 是搞得更加長... 就是要控制住那個場面... 要的時間是更加長的... 也是很正常的... 和平都搞了七十幾天啦... 何況報你... 是啊... 還有2019年那個情況就是... 他們一開始的勢是真的厲害的嘛... 你... 很難否認的... 那些人說... 拘泥於究竟他們是不是真的有200萬人... 所有人都知道他們沒有200萬人啦... 沒有的... 但是... 但是... 民意事實上是站在他們那邊嘛... 是... 大家都知道的... 然後當然也有人罵林鄭啦... 為什麼要收回這個逃犯修定條例呢? 你想一下不收可以嗎? 就是當時... 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有很多東西... 根本上就是要... 一個組合拳這樣打出來的嘛... 那說到這裡... 其實大家都應該有個... 就是認識啦... 就是這個西方... 根本上都是... 很酸... 很酸... 絕對是... 他們是看不出... 看不到... 自身的... 或者是不敢承認自身的問題... 和他很害怕... 真是要繼續學中國... 他們專制才搞得怎樣嘛... 他們學了很多東西... 其實... 如果你看一下英國... 法國... 現在... 全部都學了... 尤其是處理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問題... 本土滋生的極端主義問題... 全部都是模仿... 新疆再教育營... 沒錯... 他們自己真是建一些... 他們有的... 職業培訓設施... 是一樣的... 就是... 他們就叫... 其實職業培訓設施... 就是... 在中國都是這樣... 那他當然是說... 就是... 弱勁勞動... 或者是... 強迫勞動... 或者是... 在教育營... 其實... 如果新疆那些是在教育營... 英國那些都是在教育營... 如果新疆是強迫勞動... 英國那些都是強迫勞動... 英國法國那些... 一樣的... 一樣的... 其實大家都是在... 就是在對付這些極端主義... 但是西方就是佔了便宜又賣瓜... 這些極端主義... 根本對任何地方來講... 都是一個不穩定因素來的... 你不可能讓那些極端主義... 不斷在自己的地方滋生的... 就是對那些有問題的言論... 是要監控的... 其實大家是有共識的... 他們是知道的... 他們覺得是需要的... 但是他們很不願意承認這個問題... 就是告訴大家... 其實... 中國是對的... 他們是很不願意講這句話... 但是就學足... 學足學足... 節目差不多完結了... 不過舉個例子就是... 新西蘭之前不是試過一次... 有一個恐怖襲擊的... 基督城那裡... 基督城那裡... 那個哥哥是直播的嘛... 是啊...沒錯... 跟著... 跟著... 是... 政府要求... 那些直播... 那些直播員的那些片... 全部刪除... 要求... 舒西伯格... 是... 沒錯... 這些是有必要做的... 是絕對多人支持的... 就是我認為是... 但是當時... 新疆那個情況是類似的... 新疆... 那幫人是搞恐怖主要的... 那幫刀隨便... 割人家的頸都可以... 以前是... 砍人在廣州火車站... 大家記得的... 不是中國人的命... 就不是命... 你們西方人的命... 就是命... 以前... 有一個... 那些... 伊斯蘭極端分子... 在倫敦那裡... 幫人家戒頸... 是不是... 是... 那時候... 英國警察怎麼處置呢... 是就地正法... 馬上請他們吃蓮子羹... 十幾粒這樣... 不用說了... 不用審了... 不用審了... 所以... 西方那些偽善實在太... 有時候是很過份的... 現在還是這麼偽善的... 大家都是為了國民去謀福利... 大家明白的... 大家都是為了... 社會的穩定去服務的... 但是... 你不可以... 自己為穩定去服務... 就對了... 人家... 去為穩定服務... 就要說人家是維穩... 是負面的... 穩定有什麼不好... 對大部分人來說... 社會穩定對大部分人來說... 都是好事來的嘛... 我是不明白為什麼... 維穩是壞的詞語來的... 在香港很多人... 很負面的... 是啊... 但維穩明顯是好事來的... 為什麼不維穩呢... 是一定要維穩的... 正常的社會是維持穩定的... 是不是呢... 是不是一個暖的社會... 才有自由呢... 有些人可以趁你找到吃... 這個是唯一的解釋... 那這段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回來再講其他議題... 拜拜... 好...拜拜... 拜拜...